最近啊,随着刀狼的新专辑再度火爆 网上啊,有一些不太理智的网友 现在是越来越热衷于网络讨伐 因为当年纳英和刀狼的一些所谓的恩怨 现在不仅是把纳英骂得狗血喷头 至于纳英的话题呢,我们不做评价 毕竟双方有过交集 之间呢,似乎有一些所谓的恩怨吧 这个我们不做评论 但是呢,现在有些人为了蹭流量 现在又开始胡编乱造 把这股不满的情绪又引向了纳英的老师 谷建坟老师的头上 谷建坟老师,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是一位著名作曲家,写过很多作品 像绿叶对根的情谊 思念,三国演义的主题曲 滚滚长江东是水等等 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品 但是呢,现在有一些不良网友 开始东拼西凑的 把谷建坟老师过去的一些采访言论呢 给翻出来 说,谷老师呢,是剑指刀狼 试图为学生纳因复仇撑腰 这个事情啊,前两天越闹越凶 终于把谷老师给逼出来说话了 他正式通过代理律师 发了一份律师函,警告这些网络用户 律师声明指出 谷建坟老师从未对刀狼的相关话题 接受过任何采访 严厉谴责并警告 涉嫌侵权的网络用户 立即删除并停止传播 所有发布或转载的 针对相关话题的不实言论 报道和文章 并且已经对各大平台的一些用户 恶意侵权行为进行了证据保全 并将通过法律途径 追求相关法律责任 其实我在谷老师发出 这份律师函的前一天 我就做了一期专题节目 对这件事情进行了评论 最近网上又有一批 自以为然的网友 借着刀狼和纳因的话题热度 开始攻击谷建峰老师 把谷建峰曾对中国乐坛乱象的批评和建议 跟刀狼的新歌热潮 又给扯到了一块 说他是护独子 为学生纳因辩护 甚至还有人说 他用隐晦的言语表达对刀狼的不满 以老卖老欺负年轻人 我说呀 这些网友 你们可能是追剧追的太狠了 这些人可能真的不知道 谷建峰是谁 而且呢 也根本不理解 谷老师对中国乐坛 苦口薄心的这些话 有人在留言中问 说谷建峰他唱过歌吗 他唱过什么歌曲 在这些人的眼中啊 音乐界除了唱歌的 就没别的了 音乐就等于唱歌 多么无知 我发现 这些自媒体博主 为了蹭流量 为了连接某些热门话题 几乎可以是毫无底线的 杜撰编故事 无知者无畏 这句话用在这里啊 是对他们最好的形容 谷建峰 他不仅对当代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 做出过杰出贡献 而且他的音乐 几乎影响了好几单人 从早期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绿叶对根的情意 思念 歌声一微笑 再到后来为三国演义创作的主题歌 滚滚长江东是水 再到今年来 他一直在致力于推广的新学堂歌 古诗词歌曲 可以说影响是非常巨大 德高望重 而且 谷建峰老师曾经作为中国音助协副主席 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 他为中国音乐著作权制度的完善 曾提出过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提案 因为我本人也是音助协会员 所以我很清楚 在协会发布的工作报告中 曾清晰的记载 在1998年 古老师就在九届全国人大会议上提交提案 要求加强著作权法的执法力度 尽快修订现行著作权法 以真正赋予作者的广播权 之后 他又在人大会议上反复提案 呼吁政府从国家层面 加强对著作权的法律制度完善 所以说 古建峰老师不仅在创作上 具有很大的影响 而且对于推动中国著作权制度的完善 保障音乐人权益 推动中国音乐市场的健康发展 都做出过杰出贡献的 就是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作曲家 现在就因为一股所谓的乐坛江湖恩怨 而被很多网友给拉出来 成了靶子 是有多么的无知且狂妄 在视频和文章下面的评论 那个难听 简直不可理喻 好 我们暂且不说 古建峰老师的这番话 是不是针对刀狼的 我一直都在寻找 古老师的采访原文到底出自哪里 出自什么时候 我查了网上的多篇文章和视频 几乎都没有找到确切的采访日期 对于时间的描述 全部都是近日 不知道这个近日到底有多近 另外我在个别文章中看到 说根据央视面对面对古建峰的采访 在采访中他是这么说的 我查了一下 那个采访是2018年的 这是近日吗 另外我还查到一个视频 标题叫做 纳英的老师古建峰不再沉默 公开吐槽 月台乱象 建议好好整顿一下 发布的时间是2023年5月18号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5月18号 刀狼的新专辑 还没有发吧 难道 古老人家 有未卜先知的特异功能吗 5月份就已经料到 刀狼的新专辑会火 然后预先录了一段视频 为学生纳英 提前表达对刀狼的不满 我看啊 这些人可能是脑残剧最多了 跳不出来了 竟然如此的在这儿 无说八道 在这些视频和文章下面 有很多留言 都在指责古建峰 说他不该在这个时候 站出来发声 说你这个时候站出来发声 时间不对 有未纳英辩护之嫌 对于这些自媒体的up主 以及那些无脑攻击 古老时的网友们 我只能说 别再以小人之心 多君子之父了 另外对于文章中提到 古建峰曾提出 当今乐坛的音乐同质化问题 这确实是我们华语歌坛 目前非常严重的一个 创作上的问题和症结 尤其是随着新媒体的兴起 现在不断的涌现出 大量的网络歌曲 旋律雷同 歌词空洞 音乐制作品质低下 等各种问题 这难道不是我们 当今乐坛的问题所在吗 这些以流量为导向 而不顾音乐品质的乱象 难道不该指出来吗 不该纠正吗 难道我们就放任我们的音乐 就这样毫无底线的 在那无病声音吗 难道我们的音乐 不需要艺术创新 和音乐个性吗 千篇一律的模仿 复制 这对我们的乐坛发展 有好处吗 当然我说的这些话 跟刀狼的新专辑没有关系 请你不要随意联系 我觉得古老师的这些建议 它是站在乐坛的一个 整体的大局层面看的 不仅是大部分音乐 从业者的心声 同时应该也是很多 听众的心理话吧 为什么 现在我们只要对大众喜爱的东西 稍微提出一些不同意见 就会被指责为 你脱离人民群众了 难道你喜欢的 我就必须要喜欢吗 大多数人喜欢的 少部分人就不能不喜欢吗 那这些少部分人 难道不是大众 不是人民吗 在音乐创作上 基于人民大众的审美需求 发掘本土音乐元素 弘扬民族音乐文化 这一点 我觉得都没错 而且 它确实也是我们中国音乐发展 必须要走的一条路 但是 在基于音乐元素的民族性 和词曲创作的大众性基础上 难道我们的音乐品质和艺术品味 就不需要再提高一些吗 这就好比 有某位专家站出来 呼吁说 能不能提高一下 我们的食品质量 难道这有错吗 音乐它本来就是一种精神食粮 全民爱吃 腌制食品 这确实是大众喜好 但是专家从身体健康的角度 呼吁大家少吃一点 多吃一点 更有营养的 但口味并不是那么好的东西 难道这个呼吁 它有错吗 我们的音乐 现在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些普遍问题 现在有大量的听众 爱听网上的那些网络神曲 这些歌虽然很上头很上口 但是旋律雷同 歌词空洞 音乐制作品质底下 但是有人爱吃 有人不爱吃 那么不爱吃的就脱离人民大众了吗 现在的风气搞得是 只要谁站出来 说几句跟大众不同的意见 对大众喜爱的歌曲 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 马上就成了脱离群众 现在我们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人民喜爱的音乐就是好音乐 我觉得这个话 它当然没错 但是也应该要辩证的看 更何况 艺术它是没有绝对标准的 一种音乐 有喜欢的就会有不喜欢的 这又有什么不对呢 如果对于音乐的评价 只允许一种声音的话 那我们的音乐和艺术 还能不能讨论呢 还能不能进步了 所以我就在想 我们的音乐 为什么要要求所有群众 都必须朝着一个方向去喜欢呢 难道就不能像诗经那样 风雅颂都存在 不行吗 事实证明 在历史的足迹中 雅俗共存 这才是社会常态嘛 好 那么说到这 我们就来说到说到 最近大伙的这首 刀狼的新歌 《罗刹海时》 有人喜欢认为它好 有人不喜欢认为它不够好 难道这不是正常的事情吗 现在在网上 舆论却变成了一边倒 谁要是敢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一些意见 指出一些不足 或者批评几句盗牢 那你就变成了脱离大众的一级分子 如果你要是搞音乐的 那你肯定就是跟那英王和他们一伙的 就是在打压盗牢 你看这都成了什么了 这么搞不就变成了一场运动了吗 难道不喜欢盗牢音乐的人 就不算人民了吗 我想大家之所以喜欢刀狼的这首新歌《罗刹海时》 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 正是因为它的歌词中深含着批判性和粉刺性 如果你一边喜欢这首歌的批判性 但同时又不允许别人批判 还不允许别人不喜欢 那么你说这种逻辑 它得有多么明白呀 最后我们再回到古建峰老师的话题 古老师 他不仅没有以老卖老的欺负年轻人 而是一直都在为年轻的音乐人们 争取更多更好的权益保障 这是推动我们中国音乐发展的根本立足点 只要音乐人的权益得到了良好保障 有了多渠道的音乐收益 词曲作者和歌手们也就没必要 无底线的再去迎合那些流量和市场 如果收益得到了保障 他们就可以记下心来 全心全意的潜行创作 那样做出来的音乐 我相信自然就会少去很多浮华和粗糙 再说了 即便退一步讲 古建峰老师要是从音乐的层面 就算是批评了几句道朗 这又有什么大不了呢 不管是从资历还是从专业背景来看 古老师都有这个资格呀 但是我想 不管出于任何角度的批评和建议 我认为古老师都不会是那么小的格局 如果你要是把古建峰的话 通过异想的套在了你自己编的情景剧中 那么只能说明你自己的格局小了 大江东去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舞 古雷西边人道士 三国周浪赤壁 乱石穿空 金头怕羊 卷起千对雪 还要说明你自己的 opis 真是什么 情况 江山路无华 江山路无华 亦是多少厚劫 江山路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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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实多少厚劫 穷子一方 玉山观景 谈笑间 江湖灰飞也灭 风波声涌 躲进影响我 早生花发 早生花发 人生路波 人生路波 一顿花的天月 Zither Harp